各位觀眾 大家好 又到明家弄正氣的時候 這次香港發生的元朗事件 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講明香港是 鄉、黑、共 三本勢力如何管治香港 鄉是什麼呢 鄉就是鄉村的勢力 黑是什麼呢 就是黑社會 大家都知道 共是什麼呢 就是共產黨的勢力 這麼巧呢 在元朗事件中的主角 何君堯這位人兄 就是集了鄉、黑、共 三股勢力於一身的人 所以你從何君堯的情況來看 就可以看到 香港的基層 特別是農村 如何受到這三股勢力的控制 首先 何君堯先生 自己本身 就是 屯門人 屯門 梁田村的人 這個村 已經很早 來了香港 所以在當地來說 算是一個望族 當地人 在當地 是一個望族 他本身 就是具有一些 中國古代 農村 特別的 權力的體系 他就是代表農村 那個 鄉新的股勢力量 在鄉新的股勢力量 在平常的狀態下 是能夠處理 維持 和鄉有關的 種種的 政治、經濟、社會等等的問題 這就是鄉的力量 那麼 黑入是什麼呢 黑社會 在地區的活動 往往都要靠一些 鄉市的力量 來支撐 或者作為一個保護 我們所說的 所謂 在香港農村 我們經常聽到 陀地這個名詞 陀地就是 等於一些黑社會的人 藉著鄉市的力量 在當地 佔據一定的地盤 來從事他們的 黑社會的活動 當然 在香港農村來說 黑社會的活動 當然包括 黃島獨 各種各樣的 非法走私 這一類的東西 那共又是什麼呢 共就是共產黨的勢力 共產黨的勢力 又是一種什麼的勢力呢 我們如果從共產黨起家的時候 它的依靠對著來看 共產黨在自己還未掌權之前 它有所謂地下黨 地下黨 是有些工作 是不能夠公開做的 它叫做隱蔽戰線 那隱蔽戰線呢 是做什麼呢 隱蔽戰線呢 就是靠 包括做統戰 情報 以及 是籠絡地方勢力 籠絡地方勢力 這裏呢 就是往往 籠絡地方的黑勢力 所以呢 這是共產黨的隱蔽戰線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內容 就是負責和當地的黑社會保持良好關係 以便有需要的時候就借助黑社會的力量行事 但你不要看這是共產黨未執政之前的做法 總管執政之後一樣是和黑社會保持密切的關係 所以原本的前公安部長陶四驅說過 黑社會都有愛國就是這樣 他認為黑社會有些是愛國的 所以都是可以為共產黨所利用的 最出的一個例子就是在鄧小平訪美的時候 1979年當時中共剛剛與美國建交 鄧小平第一次去美國 很多保安問題其實是靠當地的黑社會 是負責幫他們打點的 當然我所說的保安問題不是一線的保安 我什麼時候都是美國官方自己所提供的 我所說的保安問題就是在三四線 或者是各個活動範圍以外的一些周邊的安全保衛工作 其實是交給當地的黑社會去做的 所以呢 由廖城至開始 到陶四驅都有講過 黑社會都有愛國的 這個說法 香港情況又如何呢 據我所知 在回歸之前 在回歸之前 香港的新華社 即現在的中聯辦 即地下黨就是香港公委 香港公委裡面 是有個專門的人 是去負責聯絡黑社會的 這個人就是 現在已經過身了 他叫做黃文芳 他日常負責的統戰對象之一 就是黑社會人民 所以就是說 共產黨 是隨時可以動用黑社會的力量 來幫他做一些事情 這個事情是由來已久 歷史上就是這樣 由共產黨搞革命開始 他以前一直到現在 都是如是 這是他所謂隱蔽戰線的工作傳統之一 或者要這樣講清楚 好了 何君堯這個人 如何能夠集 這個山古勢力於一身呢 剛才說過 他自己本身是出於屯門梁田村的望族 他本身具有鄉的勢力 然後呢 黑社會 在那裏賺錢的黑社會 都要聽他的話 他是那裏的頭 共產黨又如何證明他是共產黨的馬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上次何君堯出來選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代表新界西出選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他有個很強勁的對手 這個強勁對手是自由黨的一個姓周的成員 這個姓周的成員呢 在新界西區裡做了很多工作 是很有名望的 那何君堯出來選 他就是成為何君堯最大的勁敵 為什麼呢 何君堯和姓周的這個呢 都是同屬 大範圍來說都是同屬建制派 何君堯是代表新界西西 這個姓周的那個自由黨呢 亦都是代表那一區的一些接近商界的人 所以呢 兩個人的票源呢 是很接近的 所以如果 如果兩個人一起選的話 一定就會分駁了建制派的票 所以呢 就是當時來講呢 明明這個姓周的 好像叫周詠勤 周詠勤 他在那一區做事的時間 比何君堯更長 就變成他的票數 應該是比何君堯更多的 如果兩個人出來選的時候 很可能是周詠勤會贏 但是呢 周詠勤 他竟然呢 是受到強力部門 是誰呢 他不肯說 但是他說 他這個強力部門呢 比西環 就是比中聯辦 比公委 還要勁的 就被這個強力部門 約了去深圳 就要去退選 就是跟港帥去退選 當然 當然就不肯退了 不肯退呢 這兩個來自北京的 勸他要退選的人呢 竟然可以將他家人 他的競選團隊的個人資料 一一說出來 說你在哪裡住啊 你做什麼事啊 你的收入有多少啊 就是 電話號碼有多少啊 全部都說出來 說出來呢 意義就很明顯了 就是說你如果不就範的話呢 你的家人 和你的團隊 幫你競選的團隊呢 就可能會受到干擾了 我不敢去啊 想說什麼啊 起碼會受到干擾 這個信息放了出來之後呢 這個姓周的周永勤呢 就沒辦法了 他本來都不想退選的 但是 他考慮到不想連累家人 不想連累他的競選團隊 所以唯有黯然退選 然後馬上呢 就走到英國避難 他退選之後呢 何君堯就是得委 他就可以這樣 立到這個 這個 新界西的席位 從這一點看到呢 他是百分之百 有這個 共產黨背景 否則共產黨不會 這樣出面 去威嚇他的競選對手 所以他的競選對手呢 要肢難而退呢 是這個 不敢再跟他出來競選了 從這一點看到呢 就算說他不是共產黨員 但起碼是共產黨培植出來 在那個區幫共產黨做事的人 好了 這一點呢 就是 我們從今次這件事呢 從元朗這件事的主謀 你會看到呢 他是一個 襲 這個 鄉視力量 地方黑社會 和共產黨地方的力量 的一個勢力 襲三種勢力於一身的人 所以他才行得這麼有恥無 就是 光天發日之下 可以動員幾百人 走去砍油 毫無拘別地 鋒打這個市民 無論他是穿黑衣的 或者不穿黑衣 無論他有沒有參加示威遊 還是要打 誰可以給他這麼大的抵氣 誰可以給他這麼大的抵氣 這樣來撐腰來做這些事呢 無他的事 就是這個 他是襲三種勢力於一身 襲三種勢力於一身的時候 警察都要被他三分 這次元朗電視機看到 就是很清楚了 警察 在面對一個 一個這樣的襲三股勢力於一身的人 這個動員 動員這些群眾出來 鬥其他群眾的時候 警察都縮了手 這件事其實對香港警隊 是一個很嚴重的玷污 令到香港警隊的形象大受影響 網上已經有很多消息 講明警隊為何今次有什麼現象 證明他們是放軟手腳 讓一個執法的空蕩旗 讓何君堯動員三股力量 來打示威遊行 譬如我們都收到 我們在7月20日之前 都收到這個信息 就是叫人不要 7月20日那天不要去元朗 不要去那裡會有打架 我們跟這件事無關的人都收到這些信息 那警方的情報 為何可以沒有這個情報呢 這是第一個說不通的地方 就算你收不到情報 你的情報部不是真的這麼糟糕的 收不到情報 你收不到情報是當日 三點鐘四點鐘的時候 當白衣人集結的時候 你還看得到吧 當白衣人下午集結的時候 我都已經收到很多朋友 傳來一些他們的 喝茶聚集之後的照片 那你警察 你為什麼 竟然可以說 看不到有人 會可能鬧事呢 你沒有可能的 是吧 好了 就算你 當你也看不到 喂 到人們鬧事的時候 香港警員元朗警署 和天水圍警署 下閘 我沒有聽過 警察局要下閘 為什麼你要下閘 你才告訴我 你被人拍到你下閘 你下閘 你下閘就是說 你曬手不管 第三 第四 當很多人去報警的時候 不但說 打不通 打通的 就說 你害怕的 你就不要出去 對方這樣回答你 很明顯的 就是 防軟手腳 好了 再 再說 警方本來有一個承諾 就是 打999之後 半個小時之後 一定會到 這是你的服務承諾 但當日 很多現場的人 打了電話之後 過個幾小時 都沒見到警方到場 那你的服務承諾 去哪裡呢 是 到警方出現的時候 看著你 和白衣的人 拍肩膊 有說有笑 然後 對記者 有個姓李的 白鄉的警署 那個姓李的 就很囂 那些是囂記者的 那個姓柔的警司 他明明當時認到很多白衣的人 是握著棍 藤條 他說 是嗎 他們有握武器嗎 我看不到 就是 這種種種的跡象 被人看到的 拍到的種種跡象 都顯示 就是 今次 是 警方 有意 是 騰出一個 執法的兇蕩旗 找他 有 這種 就是 三種勢力 集於一身的何君堯 去任他去做事 那這件事 如果是 這麼說的話 就是 三股勢力之外 再加上一個警力 警力就是代表政府 所以 這次是官 鄉 黑 警 的勾結 做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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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官 警 鄉 黑 共 的勾結 才出現 現在的 這個 元朗 這次 核人經 經濟的 恐怖襲擊事件 就是 剛才我說的 這個 官、警、鄉、黑、貢 這五股力量 在背後促成這個 元朗事件 我差點遺漏了一個 還是 這個商家的代表 誰呢 就叫石鏡全先生 很遺憾石鏡全先生是我的大學的同學 我們還是同一個宿舍 所以他和他都有相當的來往 但是近年來呢 我對他的觀點 就越來越是 難以接受 石鏡全先生在 720事件之前的719 在一個撐警的大會上面 就教唆元朗的市民 是用藤條 教仔的方式 來處理示威者 即是說 你可以用藤條 當家裏教仔 用藤條來鞭打 一些示威人士 我不知道他這句說話的初衷是怎樣 但是 很可惜 原朗的暴徒 正正跟他這樣說 他買了很多藤條 準備來向示威人士施報 是買到怎樣呢 據我妹妹親口聽到 整個元朗都買不到藤條 那個商店的負責人都說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來買藤條 這樣 這個就是石鏡全 教唆出來的結果 當然 當大家看到很多施報的人 是用藤條來鞭打市民之後 還有用藤條 還有用其他東西 藤條是一個很集中的武器 也是被人拍到一大堆藤條 是放在哪裏的 自不然會把這次事件 上了你石鏡全先生身上的數 在這個情況下 首先是經濟日報系統的記者編輯等等 幾百人一起出來要求石鏡全 道歉收回 當然他馬上就道歉 也都收回 但是 始終他都不 這個做法 都不見容於這個經濟日報 結果他是被迫請辭 從這件事去看到 就是什麼呢 我為什麼要提起這件事呢 因為我們看到 星期日打人的那種暴徒 那種情況 是一個很義和團式的做法 而石鏡全先生在他的專欄裏面 是經常散播 說香港的反抗 即是這個收禮的 這個送中條例的活動 是一個顏色革命 是外國要來 直這件事呢 是來搞中國的 當他不斷散播這些消息的時候 他很容易激發起一些 盲目的 所謂外國主義的情緒 在這個情況下 到他號召大家 拿藤條來打示威者 大家真的會這樣做 我希望石鏡全先生 能夠好好反省自己 在這件事上 所扮演的一個極之不光彩的角色 在這件事上 首先在輿論上 是教授一些人 首先在輿論上 是去告訴別人 這件事上 明明是一個市民自發的 反對一個惡法的做法 變成是這個什麼顏色革命 是外國在那裡疏擺的 然後也在公開場合 去教授人 用暴力來對待這個示威者 終於是導致元朗這件慘案 我希望他能夠好好反省 還有想要提一提的就是 今次在7.20事件之前 7.21 7.21 7.21 抱歉 另外我想再講講 共的影響 在這次事件之中 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們剛才知道 已經講過 何君堯是 集三股力量於一身 我想看看 共的力量在這次 7.21事件 在7.21事件之前 大概 忘記了具體日子了 就是有一次是這個 新界社團 開了一次會 中聯辦 新界地區工作部 的負責人 是去 去支持 他在會講講一下的時候 突然脫離港稿 說 鼓勵元朗的鄉親 出來 捍衛家園 不要讓示威者進來元朗 這樣 其實這件事 亦都有一些 是 為這種暴行 進行部署 鼓動打氣 的作用 我亦都希望 中聯辦的人 不要在香港 在香港 挑起這種群眾 鬥群眾的流集 所以我希望 國務院 給中聯辦的 五個角色 並沒有包括 幫香港政府做什麼 幫香港政府去執行一些 什麼 什麼工作 更加不包括 在香港挑起動亂 所以我希望 中聯辦 亦都要 好好吸收教訓 不要隨便 動員他的地區力量 我們知道 在回歸前 全香港的社團組織 有註冊的 認可的社團組織 大概是八千幾個 回歸二十年 這些社團 增加到多少呢 五萬幾個 那些社團 經過中聯辦 一手 扶植 的社團 好像雨後春筍一樣 遍佈香港 各個角落頭 這些社團是做什麼的呢 最近 《前文匯報》 一個副老總 寫了一本書 叫做社團 有關社團的分析 他舉了其中一個社團 為例 他就說社團 是要做到什麼呢 趙之即來 趙就是召喚 趙之即來 來之能戰 戰之能勝 就是完全是動員社團 進行一些 一些體制外的 暴力行為 他也說了很多 以前 這些社團是怎樣去參與 反佔中遊行 反這個 總之是反香港社會主流 辦的種種抗議活動 他都有去參與 完全就是 就是中聯辦 透過他的地區 工作部門 做了很多這些動員 工作 而今次這件事 就是中聯辦 就是中聯辦 正正在721之前 沒有多久 就有新界社團的活動 去說話 實際上就是為 一場對示威者的襲擊 進行了一些動員 和打氣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這次 中聯辦的人 也都要吸收這次的教訓 不要再介入 香港這些 本身不關你事的 就是對是的 中聯辦人 對香港那樣的 對香港那樣的 是對香港的 對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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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不少的 但是不是因為 所以他也還想 希望能夠在未來的星期六 去元朗 告訴元朗的黑幫 讓他們知道 我們不接受這種以暴力方式 來對付不同政見的人的這種做法 當然這個是帶有一定的危險性 因為我們不知道鄉黑共的這三股勢力會怎樣去動員 但我希望他們三思而後動 否則就會出現一場群眾鬥群眾的悲劇 這件事就是你中聯辦是背不起的 同時我希望去遊行的香港的各區的朋友 由於你們這次是踏入一個不熟悉的地區 有很多怎樣走違法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一切要小心 不要受挑釁 同時萬一有什麼事的時候 大家盡量走在一起 不要走去橫行 因為那個地方你們是不熟悉的 如果是個別走失了的時候 可能會帶來一些危險 所以無論如何 都大家走在一起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忠告 多謝大家